这次考试 你们班又是全年级倒数第一 昨天让你们反省 你们都反省了没有啊 校长 他们肯定是深刻反省了的 那就光头你来说说吧 我反省 我应该早点劝我妈妈 再给我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 我这个账号已经练费了 建议他们重新练一个 光头他太不像话了 杨家 你来说说 这次考试对我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考了大数第一号才终于知道班里究竟有多少个人 小平 你给我站起来 你这次考得这么差 你自己没有反省吗 要反省的不是我 应该是老师呀 我考试要是不给老师们乱手 他们还记得以为自己讲得挺好的 你年轻人 好自为之